随着中国的基础建设技术再次获得突破 他们在欧盟全城监督下为 欧洲修建的佩列沙瓷大桥宣告全面合农 这意味着这座由中国为欧洲建造的大桥即将完工 由于这座大桥在建成后 对当地的意义非常重大 所以哪怕中国有着基建狂魔的威名 欧盟也因为不放心 而在建设过程当中进行了全面监管 那么佩列沙瓷大桥对于欧盟各国来说 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为什么佩列沙瓷大桥对于欧盟来说如此重要 那是因为这座大桥是欧洲国家克罗地亚最大的梦想之一 倘若佩列沙瓷大桥能够顺利完工 那它将能让克罗地亚被分裂成两半的领土 重新连接为一体 从而让位于普洛切的克罗地亚人 在想要进入这个国家其他的领土的时候 无需再向拨黑递交出国手续以及进行排队申请 因此这座桥梁对克罗地亚来说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但克罗地亚想要建造这座桥梁 并不容易 佩列沙瓷大桥在连通克罗地亚领土的同时 也让拨黑在黑海的唯一一个港口聂母港 失去其应有的作用 很显然 作为克罗地亚的邻国 拨黑是不希望本国在黑海唯一的港口 被克罗地亚的一座大桥给彻底废掉的 因此 克罗地亚修建佩列沙瓷大桥的举动 受到了来自拨黑的阻挠 而想要让拨黑让步 实际上并不难 但却也很艰难 只要克罗地亚的佩列沙瓷大桥被修到足够的高度 让涅母港的船只通行不会受到影响 那么拨黑就会做出让步 不再对佩列沙瓷大桥的建设进行阻挠 尽管克罗地亚最终答应了拨黑的要求 但这座桥梁 最终却并未因为拨黑的让步 而最终建成 哪怕克罗地亚已经为这座桥梁的建造花费了1.94亿欧元 但在48个月的攻击后 他们能够建成的 仅仅只有两个最为基础的桥桩 很显然 克罗地亚人自己并不具备 在不合拨黑要求的建设下 建造佩列沙瓷大桥的能力 所以 在得到欧盟的支持后 克罗地亚选择了根据欧盟标准 从全球各国招标 选择合适的施工队 来为其建造佩列沙瓷大桥 尽管中国方面提出的报价 同样超越了克罗地亚的预算 但相比于其他的企业提交的建造方案 在相同标准下 中国提出的报价对于克罗地亚来说 依旧是最为划算的 因此 哪怕欧洲各国议论纷纷 但克罗地亚方面依旧选择了 让中国作为配列沙瓷大桥最主要的建筑方 当然 中国基建也并未让负责进行监查的 欧盟监督者和克罗地亚感到失望 在符合欧盟质量前提 也并未掏出预算的前提下 中国基础建设方 最终完成了克罗地亚大桥的建造工作 桥梁的品质也同样让接受者克罗地亚 以及欧盟派出的监督员会感到相当满意 很显然 现在的中国已经可以在符合欧盟质量标准的前提下 建造包括桥梁在内各种建筑物的能力 接下来 欧洲本地的建筑商们就该开始头痛了 倘若他们不能在同样的基础下 控制自己的建造成本和提升对应的建造效率 接下来 他们可就竞争不过中国基建了